大家好,今天带大家看一个非常漂亮的位于Rental Star Margarita的一套157万5的这个房子。 那么这个房子呢,数据上看是四卧4.5位,但实际上这个完全就是一个5卧的房子。 那么这个房子呢,居住面积是3900多square feet,占地呢是,我看一下,占地是多少? 占地是6500多square feet,那么这个房子一进来就可以没什么看到,这个房子特别的高小红,非常的舒服,非常的好。 这个后光线也会查,因为他在这边开了一个后光,我把这边的灯关一下,所以可以更是改变看到这个房子的这个光。 那么咱们先看一下楼下,楼下这边呢是一个小的一个客厅,然后这边的正餐厅, 然后可以看到后院有这个一个小泳池和一个小的SPA,那么这边是正餐厅,那么咱们再继续往这边来看。 好多画啊,小小的一个小花台,像是开画转一样。 对,然后一个客位,就是客人来用人用的。 那么楼下的功能性,稍微上来看,先看功能性,我们这个走廊会暗一点。 功能性,楼下的一个卧室,呃,卧室,带独立的卧室间,可以,我把这个全部都关掉。 你看到这个房间不安,对吧,这个shounter,把这个灯光遮掉以后一个错误,不会很暗。 很独立的一个卧室带着自己的洗手间,功能性很完美。 然后呢,呃,这边是一个小的储物间,啊,放一放进来的这个,外套啊,还是类的。 然后呢,这边呢,是一个,呃,呃,洗,洗衣服的这个房间,然后可以通到后院。 那么他的车库呢,是一个三车位的车库。 他就是拿来做个储藏了。 嗯,那么下面应的呢,我位。 但是,可以看到远处的线。 我发现也不错,嗯,试角还是可以。 一个办公室,这边的主卧,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房间,这个主卧就很大了,非常的大。 我感觉这个主人,就是,挺有品味的。 嗯,自己,自己出一桌。 装饰也特别多。 嗯,但是这个房屋的确定就是90年代了。 你可以看到这些90年代的,一些历史的痕迹,包括这些,台,台面。 这个,许发的台面,这都是90年代的一些,特点。 这些都是90年代的东西。 小的方块,已经,它不是像现在那种非常大的那种,一整块的那种。 嗯,这个台面。 那么,楼下一个卧室,楼上的主卧看完了。 咱们再看一下我,我所说的另外三个卧室。 那么,这边呢,是一个小的一个次卧。 这个次卧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可以看到,在里边。 嗯,完全独立,是自己屋子的。 嗯,这个直战的,是个小东西。 那么,这是第三个卧室。 这个,这个封上门就可以作为它的第五个卧室。 但是,它没有做,它用来做一个娱乐厅办公室这种。 那么,所以说,它就没有把这个作为卧室。 而是,它上面写的是四个,四卧四点五位吧。 所以,它只有这,这一个,再是另外一个卧室。 嗯,也是小姑娘。 那么,这个光线,它把灯关了之后,也可以更, 看出来这个,还是很亮的。 嗯,对。虽然说,对吧,这个,它开了灯,但是没有灯关,也是很亮的。 然后,这个,这个是另外一个卧室。 也是可以洗澡的。 也就是说,它完全可以把这个屋子,编一个门。 那么,就变成第五个卧室。 第五个卧室呢,与这边那个粉红色的卧室,共用一个卫生间。 然后呢,剩下的三个卧室,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。 依旧是一个非常好的房子。 而且,这功能性上会增加态度了。 当然,这个屋主在,没有那么多的孩子,或者家里没有那么多的人, 他不需要那么多的卧室。 那么,就,原来做办公室也是完全可以的。 那我,我只是,嗯,说一下,这个可以作为第五个卧室。 也就是说,这个房子,其实是处于一个卧4.5位,一个非常完美的数据的一个房子。 然后,包括它的层高。 包括它还有一点点的景。 然后它的开架呢,呃,还是比较公道的。 我看了一下,这个房屋上市仅仅,呃,上市已经6天了。 就是,为什么6天没有卖掉,上市基金不对。 哦。 如果这个放在一个,咱们交易旺季,俗称的旺季,就是4月份到8月份, 8月底之间的话,这个房屋,我相信这,已经没有了。 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看到,6天的应该是卖掉。 然后,并且我查了一下这个房屋的,呃,这个交易历史的这个交易记录啊。 这个房屋上一次交易是在2006年。 而且是,就是很快就交一交。 2006年,非常快就交一交了。 就是,好像是上市一个,一个周不到就没了。 就,已经就是盘定了。 那么,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,前几期有一个100万,105万的那个房屋。 那个房屋,我记得它的交易历史记录是,呃,上市了4个多月。 一直在减价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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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80,接近85万,最后降到75万。 呃,而且它是属于一个,呃,比较,一直在减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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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到最后进了XL之后,最后再减一波。 出,出,出,出XL的时候是,最终的一个成交价是比它当时的那个listing price还要降。 所以说,可以区别于一个好房的一个简易度,你可以从它的历史去看。 第一,它交易的平凡度。第二,是它,当初它交易的时候,快不快。 如果说一个房屋,当初交易的时候,三天没有了,四天没有了, 那么,我相信,只要开价,公道的,一定是你房子卖的时候已经三十年了。 如果说你卖的时候,再一降再降,说明这个房子是有问题的。 当然,只是可能,不是必然,还是需要去看。 因为最终决定一个交易时间的话,它还是价格,价格为第一位。 只有价格,再,再大的房子,给一个非常低的价格,一样会有人去买。 市场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个房子呢,呃,就是咱们所说的好房子。 但是没有设定市场,要在淡季出售。 然后,白白这六天没有卖出去。 但是我相信这个房子可能再有个,呃,可能用不上十天吧。 可能就,就会在市场消失掉。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,好房子。 而且这个房子开价公道,而且还有一点点,一点点的小亮点,有一点点的山景。 那么,这个房子应该是很快就没有掉了。 那,今天的视频呢,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咱们下期再见。